兴趣能不能当饭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 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喜欢做的事 兴趣能不能当饭吃 是很多人常在讲的问题 其实你需要在意的 不是兴趣能不能当饭吃 你需要思考的是 怎么能把兴趣当饭吃 因为你喜欢的一定也有人喜欢 因为你最会的一定也有人想要会 你问我怎么能把兴趣当饭吃 我以韩剧专家网路红人为例 跟大家做说明 你可以把韩剧换成你喜欢的兴趣 想想看 一要有产出 你很喜欢追韩剧 是个韩剧专家 你看了很多片子 总会看到好片和烂片 而追剧APP哪个最好用 你一定也超懂 把这些心得写成部落格文章 跟你有一样兴趣的人 自然会搜寻到你 想把兴趣当饭吃 就要让人知道你 没有东西给人看 人家怎么看得到你 二要被看见 你写了韩剧心得文章 做了介绍短片 放到网路上 希望有人能看到 你的朋友都会给你捧场按赞 但这些捧场 很多只是来自人情 来自新鲜感 久而久之 大家也会没兴趣 内容有料是基本 能被更多人看见 才是重点 想想看 你有韩剧问题 要问大神的时候 你都会问哪些问题 你的问题 就是大家的问题 你能解决这些问题 你的内容就有价值 以后大家有这些问题 自然就会找到你 内容给人看之前 要先给神看 神觉得有价值 才会帮你把内容给人看 三要能坚持 你的内容真的很棒 超多人分享 不过跟你一样棒的还有一大票人 今天大家真的很爱你 但明天大家就会忘了你去爱别人了 爱你一时很简单 一直爱你却很困难 撑久了 很多东西才会真正变成你的 热血只是冲动 坚持才有价值 努力要能持续提醒爱你的人 一直爱你 把兴趣当饭吃 这是你的梦想 还是只是你的幻想 想把兴趣当饭吃 不能只是一直等待机会 你没有努力 机会要怎么靠过来 有系统的努力 会让你更快达成目标 马上开始行动 让你的兴趣发挥最高价值